杨金邦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会深更半夜地约你出来 你要是还记得咱们同窗议程 就请你务必帮帮我 这件事 也只有你能帮我了 金邦 算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说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等我一下 我们百小时后九八千 小松 我跟你说 一二这回有危机了 行了 见风就是语 唯恐天下不论 回头给你表起来啊 行了行了 别闹别闹 跟你说正事呢 小松 这上海滩呀 它就是个大人缸你知道不 这男人要是出了名 它就会有很多不森不似的女人 来勾引 一块白布 瞬间 就变成抹布了 你说老大要是经不起诱惑 变了心 那要是情何以开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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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电话约个会 结果什么不良企图了 真新鲜 小松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你想想啊 深更半夜约一个男人 去那种地方约会 十有八九两个字 招票 怎么了 老大 你今天这么黑了 你穿这么干净干嘛去啊 小松 时尚有钱吗 哦 他哪有钱呀 枪子药了范儿的 药了财物 小松他没钱 药还没回来 是 没回来没事了 等他回来不就有钱了吗 算了 小松 早点休息吧 你看看 让我说着了吧 还有钱 这不明摆的事吗 最可惜的是什么 老大你竟然把我当空气 是不是啊 小松我跟你说 刚才信号我反应快 没让你把钱给他 要不然咱们怎么得起烟啊 我敢保证这块白布 明天回来要是干净的 我 不是小松你什么意思呀 为了烟 为了烟 你怎么不肯拿气呢 丁烧你比我强 哦 夏总 你终于承认 我有比你强的地方了 你放心 我为了烟 赴汤蹈火 再俗不辞 你把我当黄卫皇呢 不送 你还没睡呢 他们都睡了吧 家里就我一个人 帮哥呢 半夜来了个电话 接了电话就出去了 谁的电话 一个女的 女的 换了换了 快 你快给我找帮哥去 我说你别着急呀 你忘了 上次他差点相病 就是因为一个女的 冷静冷静 别太敏感了 今天晚上打电话 这个女的 应该是他认识的 认识的 这深更半夜的 谁打的电话呀 我这么直言不讳的 跟你说呢 就是让你别往坏处想 老大是个成年人了 不会出事的 小松 你该不会以为帮哥 去和什么不良女人 约会去了吧 那你就想多了 帮哥是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他不会做那样的事的 你放心吧 行了 我先回房间了 你也早点休息 晚安 今天笑了 明天恐怕就要哭了 他会有伤心 想去哪位 让他听到 看一会儿 不能不能 我比一会儿 不我比一会儿 看一会儿 我跟人家说吗 你不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认识啊 小龙 K哥 你干嘛啊 我看你一个该死的人 一个朋友 请问需要点什么 公酒 好的 稍等吧 你认识他 给我闭嘴 你必须保证 等我重回上海滩的时候 他还活着 我知道 今天咱们的见面 一定会让你觉得惊讶和失望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要问什么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你的老同桌 先生 您的红酒 请慢用 难道 你就不想知道 你的老同桌 为什么会沦落成 一个风尘女子吗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助于你消除紧张 愿意跟我说说你的经历的话 我洗耳共听 但是你这么急邀我出来 一定不会是让我来替你讲故事 老大 你这大晚上干啥呢 不睡觉 太不要脸了 其实我们刚才一见面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看出 其实你对我很失望 为什么 何止是失望 你心里还在鄙视我 小洛 不过没关系 谁让我走上这条路呢 小洛 你想多了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职业 都改变不了我们三年同桌 和我们过去的友谊 上海滩就是冒险家和赌徒的乐园 有人一夜暴富 有人一息隆落 若者无须自责 你到今天这个地步 肯定是有天大的难处 作为老朋友老同学 我不会因为你的职业 而疏远你 金棒 谢谢你 好久都没有人 跟我说个这样的话了 让我觉得很温暖 别哭 别哭 为我们的重逢 喝一杯 不是老大你说你 还真跟那个焦急话的约会来了 还喝了两酒 准备开房是不是 这么晚你约我出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尽管说 你还真是什么样子 这就做得很 hyvin 不是rio 这就做得很濕 我还真是偏你 这就好 吧 这才是谁 赌扩你 法肯定是 Office 我还真是偏你 紫操你 你还真是回想跟我 你还真是偏你 臭不要脸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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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回一定要提药挺身耳熟 别拉我 彪爷到 彪爷来了 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彪爷这边请 彪爷这边请 好 老大呢 您住人呢 干点没有 来 大嫂 让我说着了吧 让我说着了吧 白布掉进染缸里啊 老大这回是没救了 彻底没救了 我亲眼目睹他 不是你虚什么虚 虚什么虚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虚呢 我就得说 好 半夜三更 那个焦忌花 与老大去那种地方 十有八九就两个字 招嫖 没错 他就是那个焦忌花 我说了 你刚才是没有看见恶心肉麻那一幕啊 你知道吗 太不要脸了 这两个人 喝着洋酒 拥抱 亲嘴 要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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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人在家呢 要对不起啊 这回是我失了手 没看见他 要不他俩根本就没有机会开房的 就贼 你怎么就认准人家 开房了 这也不明白的 这也不是明白的事嘛 你想想啊 喝酒 拥抱 调情 开房 那是咱们老大一向说的逻辑嘛 行了 爽说哪去行不行 邦哥是个有底线的男人 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一二二的 我那可是亲眼所见呀 那个敲剧花主动脱怀送报 除非是做怀不愿的柳夏慧 换了哪个男人能经得起那种诱惑呀 那我也不信 我和邦哥从小玩在一起 我比你们更了解他 你们只能看到他的表象 而我能看透他的内心 你们要是听明白了我的话 就不要在我面前聊这件事了 回房间睡你们大觉去行吗 别怪我没提醒你 阿爸 你还好吗 女儿好了 阿爸死产就好了 阿爸死产就好了 阿爸 真的很对不起 女儿啊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呀 现在想想 我当初真的很傻 无论如何 我也不应该离开阿爸的 女儿啊 当初你跨出家门那一刻 我的心的确很痛啊 可心痛之余还有无比的欣慰 对 正因为你那绝情的一别 让我看到了陆家几代人的 风骨情怀 舍小情 求大义 这一步夸得好啊 阿爸都自愧不如啊 不 阿爸你别这么说 女儿本来应该留在您身边 照顾您的 阿爸能够容忍女儿的不孝 可是女儿却没能看出 阿爸的用心吗 女儿真的很后悔 孩子 你千万别说后悔这样的话 我从报上一次次看到 你跟金帮破的那些案子 你们是在成恶良善身上正义 特别是哪个人丹啊 你们打败了东洋人 扬眉吐气 阿爸我真的很欣慰 阿爸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孩子啊 我真的没有安慰你 我看到你现在这个丫子 我就放心了 对了 金帮横在心里那件事情 我会找机会 跟她说清楚 不 阿爸 女儿不向你做 让你感到为难的事 女儿现在想明白了 既然你不想说 就一定有不能说的道理 女儿当初真的不应该 那样逼迫你 我和邦哥之间 虽然还有隔阂 但是会随着时间 慢慢成为过去的 阿爸 你放心 邦哥一定会成为 你的好女婿的 孩子 你长大了 也懂事了 你能这么体谅你的父亲 我真的很高兴 也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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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四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我都跟你说了我有急用 你别问了 你是老板 我当然无权干涉你花钱 但是你别忘了 侦探所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大家努力赚来的 你用这么大一笔钱 我问你干什么用 也是应该的吧 你可以问 但是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会拿这个钱 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那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 事先告知一下呢 难道我不能有一些隐私吗 你的隐私不就是半夜去 约会一个交际花吗 肯定是马皇在乱嚼舌头了 不如说是你身上的香水味 暴露了你的行踪 你知道我见谁了吗 我不想知道你见了谁 但是我提醒你 杨金宝 你稍不留神 你的隐私会成为上海滩 大小报纸的头条新闻 你会立刻身败名裂 你父亲传承给你的责任 还有你的梦想 将会在一夜之间 化为乌有 陆燕啊 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想我 好啊 你要是觉得我有问题 你随时都可以走 免得我身败名裂的时候 会连累你 我再问一次 给不给 你发现行 不是 我怎么能这样呢 作算事情还不成是不是 要是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不要难过 我现在就跟着他 我这回要是不抓那个现行 我就不像马皇 阿六你回来 邦哥如果真的是那样的人 你就算把他钉出血来也没用 可如果是我们误会他 你这样去钉他的伤 会伤害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他都从这样上 你还造他的自尊心吗 阿六 我不想你们因为我 而是整个侦探所分崩离析 阿六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 霓儿 你 你 你太伟大了你知道吗 这都能忍 谁让我若水三浅 独咬那一瓢银的 我去给你们做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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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小松 他刚才说什么三尖一瓢 什么意思 红楼梦 红楼梦 我买小 你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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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小 买小 我就是姚子 买力绿小 快点 我买小买小 开 一二三六点小 小小 获颜大 我赢了 再来再来 这回获牙大 快点 快点 获园小 我买大 小大 那一个 我买大 我买大 我确了 快 改定离手 大都 到 四五六 到 来来来 我又赢了 来来来来 都是我的 六爷 差不多了 怎么在呢 去 你不要让兄弟 再等一会儿 大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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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爷 您是买大还是买小吗 这十万 我买到 彪爷买大 那么 您呢 彪爷 彪爷 你看啊 刚才他开了一把大的 不可能开第二把了 乌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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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买定离手了 好 开呀 黑牙大 开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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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这位先生 请问有何贵干 不如让我猜猜里面是大还是小 我猜它是小 你什么意思 有人出老千 出老千 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先生 说话可得有证据 证据就盖在哪儿 如果开出来真的是小的话 我想你有必要跟彪爷 还有其他的书家解释一下 好 如果我开的是大 那咱们就得按咱们赌场的规矩办事 请 这个 这个 你看看看看看 看看啊 这 你说这 你看看 你看看 先生 你输了 你说咱们赌场出老千 你必须得拿出证据 有证据 真凭实据 证据就是他手上的手珠 就算我换了手珠 这手珠又怎么能控着 闪子的大小 又是啊 就是啊 这怎么还动着呢 手珠只是提示他大姐 左手大 右手小 真正改变大小是这里 水淫 水淫 初老千 这啥钱啊 这是初老千 初老千 初老千 走 走 你 不管我的事啊 不管我的事啊 走啊 走啊 老千别 走啊 难怪先生到了眼明手快不可思议的程度 原来是闻名上海滩的大侦探杨金邦 你看我这不是又演博士泰山了吗 彪爷过奖 杨某在租界挂牌也非一日 早已听过彪爷是个重义的老大 只是无缘相识 今日幸会被薄酒一席难成尽义 望彪爷以后多多关照 说吧 说什么 杨先生是上海滩的名人 可我彪爷也阅人无数 你今天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还摆下宴席 一定不是专门为我 记录赌场老千的事吧 彪爷就是彪爷 今天我的确有事相求 我彪爷在上海滩站得住脚 靠的是广交朋友 尤其像杨先生这种名流 我更是求之不得 那么你说吧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我真想不到有什么 是我办不到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对彪爷来说 这是高抬贵手的事 彪爷 周霞露昨天夜里和一个男人在酒吧里 什么男人哪 听小六子说 他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侦探杨金帮 小奸人 想找侦探查我的臭屁股 要挟我放他一马是吗 要是那样 我就给他备一口棺材 让他死了也是我东邦的鬼 彪爷 你和他上床了吗 彪爷 你说什么呢 周霞露曾经是我旗下的头牌 为了这块牌子 我可花了重金去打造的 可是他突然之间好像中邪一样 要脱离东邦 要赎身从良 其实我手下不缺这种人 但是我不可以打开这个口子 要不然我以后怎么可以 拢住几百个议员呢 彪爷真是耳目顺通啊 我都没说你什么都说了 我知道这件事很为难彪爷 但周霞露请我来求你 我就不嫌冒昧答应了 彪爷手下一人如云 多他一个少他一个也无足情众 倒不如放他一马 留下一段成人之美的江湖佳话 对彪爷来说 也是百利而无一弊啊 他请你只是为他原家吗 当然 我看他情真意切的 我也只好答应了 我以为他是想借你之力 要挤我什么呢 要是那样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谈了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我答应他的原因 是因为我跟他同创三年 原来如此 那这个面子我就不得不给了 你刚才说的话算是对了 我东邦旗下一人无数 周霞露虽然曾经是我的头牌 可是好花过不了四季啊 他现在 不说了不说了 既然杨先生要这个面子 这个面子我无论如何得给的 行 你回去告诉他 从明天开始 他跟我东邦再就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彪爷 成人之美 我彪爷做好人就会做到底的 好歹他曾经也是我旗下的头牌 听说他要当新娘了 我这个老东家 也要表示一点心意嘛 就托杨先生 把这个红包转给他 你怎么办啊 彪爷的胸怀我高山扬指 酸词我就不听了 我给你那么大的面子 你要回报哦 好 彪爷尽管吩咐 我都会给你出难题 两个字 喝酒 四个字 一醉方休啊 好 来 来来来 先生先生 您到家了 邦哥 我扶您下来 醒醒啊 醒醒啊 到家了 来来来 慢点 小心小心 小心 慢点 谢谢啊 下谁啊 你谁啊 我是鸭鸭 你说你去哪儿了 你还真定了 这这 没事吧 别碰我哥 我陪小素 陪小白 他经不疑 没什么事 慢点 班哥 喝了多少 这边这边 好好好 小心脚下 把他扶到床上去 来 慢点 把我骨头弄一下 好 来吧 好好好 乖乖乖乖 不是 怎么回事 出去一个晚上 吃喝瓢肚什么都会的 这儿就交给我吧 阿六 不是 您放心吧 我来照顾他 照顾他 你让我看照顾他 别让他胡跑 你们去吧 喝这么多 你说什么用啊 喝自己难受 来 邦哥 先擦一下 听话 擦一下 鸭儿 怎么样 二六 别去搅他 让他多睡会儿吧 我跟你说 这红酒就不能多喝 你知道吗 你看座长还那样 我都不想说他 邦哥 早啊 你醒了 有吃的吗 吃什么吃啊 咱们是下人 他是贵族 他得喝红酒 这他能吃的了吗 你猜我看 你坐这儿等着啊 我给你热点馄饨 好 上辈子欠他 对了 小苏 我有一些头痛 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这个 送去小生公寓三零二号房 交给周小姐 钱啊 给现金了 什么意思 闻到一股 骚臭味 你跟周小姐说 这是彪爷给她的 好 什么周小姐啊 谁啊 家里做醋的 小心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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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周夏洛小姐 她是不是应该住这个房间啊 对对对 周小姐是住在这儿 可她一大早就出去了 出去了 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我哪知道她去哪儿了 要不然你赶日再来吧 别到处乱窜 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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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是哪位呀 你问我是哪位 我是这儿的房东 房东啊 趁着房客不在房间 拿出钥匙 偷偷开他门进去看看是不是 谁说我要进他房间了 我根本就打不开他的门 拿造钥匙了吧 不可能拿错钥匙 我拿的就是三零二房的钥匙 可是怎么打也打不开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吗 我看看 你确定他不在房间是吗 肯定不在啦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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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事 改天再来 等等 你干什么呀 我是这儿的房东 不是贼 你看这门 这门明显是繁琐的 里面应该有人才对 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 我一大早看着他出去的 也许 他又回来了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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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了你还不信 除非是死人 要不然这么敲能不开门 周瑜 你干吗呀你啊 你开门干吗呀 你怎么这么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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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审订 在楼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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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把整栋楼围起来 为什么会是小洛姐 先解应 慢慢守着 是 不好意思啊 接到你电话的时候 我 小洛 你第一个到现场 跟探长报告一下 有人动过现场 你不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吗 为什么会被动过 我离开现场五分钟 去街上给你们打电话了 在这期间 一定有别人来过 谁进过这房间 房租太太 我坦白 我坦白 你倒是不让我进去 可 可我 真是想找到她欠我的房租 真是 真是 宣官老爷 我只是想找到她欠我的房租 憋得我什么都不要 真的 那你找到你要的财物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一个字都没找到 真的 我发誓 我摇摇是半句谎话 天打五雷后不得好死 看来这是一起劫财啊 小宋 小宋 门是你拆开的吗 对 插销显然是插着的 这么说 应该是里面的人插的 看窗户 窗户也是关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密室 也就是说破窗而入的可能性 也是可以排除的 寻官大老爷 您说得太对了 今天一天 就这个先生来找过他 没其他人来过 那就简单了 他从死者的穿着来看 可以排除他杀 所以也就是说 只能是自杀 好了 那我去找人把尸体搬走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冷漠 现在死的是人 不是动物啊 我进来就看明白了 这就是个交际花 在上海这种枫叶场上 这种事多了去了 它就是只鸡 有种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 这可能是谋杀 放开 你今儿怎么了你 你吃枪药了你 你平时都很冷静 是你告诉我这是个密室 没有人能进来 怎么就成谋杀了 冷静吧 不瞒你说 我遇到了一个义中人 他很爱我 我也会说 他很爱 是啊 我今天也会看 你知道我 那疯了 我说他好 他不能疲借 到他 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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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找我 当个中间人 找东弄的老大谈谈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病急乱投医了 可是除了你 我真的找不出第二个 能帮我的人了 尽管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我一定会帮你 锦邦 谢谢你 我觉得上帝都在帮我 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报纸上看见了你的消息 锦邦 我还有个不轻之情 你说 在我办婚礼的时候 我想请你来做我的证婚人 对了 还有燕儿 我想请她当我的伴娘 但是 我怕她会不愿意 放心 她一定会愿意 这就是前天晚上 她跟我见面的时候 跟我说的话